好,在这边呢,我要讨论的是form2,chapter7,coordinate 然后我用的是eph,practice intensive so,在这边我们有distance,ok so,在这边他说mm等于mk,ok 然后o是origin,mm等于mk 然后他问哪里一个是k可能的 所以我还没有看答案之前 我就心里想,哇,这种其实有一定的难度 我这一个是向前走五格,向上走两格 我上前走五格,向上走两格 然后向后走五格,然后向上走两格 然后我向后走五格,向下走两格 这些都有可能,ok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他这一个3-2 向前走3,然后向下走2,ok 然后还有-2-3,然后向后走二,向下走三 1,2,3,ok -2,1,2,3 然后这边,这一个-2,1,2,3 然后还有-5-1,-5,然后-1,-5-1,是这一边 然后还有-3-1,-3,-1,-3,然后-1,在这边,ok 所以我自己本身呢,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这个是他1,2,3,4 不是,ok 他在这边是-2,-3 -2,-3 那这一个是-2,-3 -2,-3,-2,-3 -2,-3,这一边 ok 所以他的这个-2,-3 -2,-3,是他的答案 ok,然后这个是我通过 不计算,objective 我可以这样做 然后如果我不要这样做的话呢 我可以说我的m呢 是02 所以我的mm的distance呢 会是等于5-0的square 然后再加4-2的square 然后整个square root 所以他这个是square root 5square加2square 然后525 然后224 然后他会变成square root29 然后在这一边 我的mv跟v的这个m跟v这个 来拿他的coordinate的情况之下呢 ok我就拿0-2 60加2 the square 然后再来2-3 所以他是2加3 the square the square root 所以他这个就会变成了 square root of 2square加5square 然后也是square root29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b 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在这个图他有4条直线 on the Cartesian plan so基本上他的那个直线 我这边是不大清楚了 so hg是其中一条 ab是一条 然后这个ef是一条 然后cd也是一条 ok 好 在这边他说ab几unit呢 我们在这边我就算 5unit 0-5unit ok so我们横线直线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直接大减小 是他的distance ok 这个是否横线跟直线 所有的ab的情况之下是5-0 也就是5 然后过后呢cd的情况之下呢 他是1233个 ok 你也可以用1--2 然后他会变成1加23 然后接着呢 我们还有那个ef so ef的情况之下 他这一个是 啊 简 哎 刚刚这边弄错了 他的这个 他的cd 没有直的 我没有 我刚刚都是横的 没问题 直的这边的时候呢 我的e呢 是 跟f这一边 他这一个呢 他是两个5unit 所以他两个-5 再两个-10 所以他这一个呢 两个其实他是5unit so 这一个的答案是5unit 然后可是他是怎样的呢 大是多少 他的大的是-2.5-7.5 所以7.5-2.5 然后最后呢 我们的gh这一边的时候 两个5cm 两个5cm ok 所以他这边两个5cm 两个5cm 然后就是12.5 所以这个gh呢 是12.5unit ok 12.5unit 然后他是怎样的呢 这一个是15-17.5 然后再减掉这一个是5 所以他这一个是12.5unit 所以我们要小心看他的scale 他有没有用另外的scale 他有没有用另外的scale 50-15这样 还是他是123的scale so在这一边他要我们complete the table below so他的point是他要找pq 他point是这样 你看他33一样的时候呢 也就10-6 4 所以这个是4 然后00一样的时候大减小 5-2 所以他是7 然后-8-8一样的时候 他就7-11 然后他会变成18unit 然后44一样的时候 就-3-14 14-3-11 所以这个是11unit 就是这样 ok 当他有x的部分一样 或者是y的部分一样的时候 这样就代表他是一条橙线 或者是一条直线 你看像这一个 他是3-6-3-10的情况之下 他是一条直线 然后这一个呢 c的这一题呢 他是属于7-8 然后7-8 ok 向前走7 向下走8 然后-11-8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 ok 他这一个是7 然后-8 然后这一个是-11 然后-8 所以他这一个是一个横线 所以这边7格 这边11格 加上来18格 然后-6 4格 OK 横线跟直线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直接拿到 好 接着我们看第四题 他说LKH 是Point on Cartesian Time 然后他说HL 是parallel to the x-axis HL parallel to the x-axis 的情况之下呢 -75 -75的话呢 他就是在这一边 向后走7 然后向上走5 -75 然后他的HL是parallel to x-axis 的话 所以他是这样平了 ok 然后他的那个 这个是H 是-75 然后L的话呢 是4A 所以他L是向前走4 然后向上走5 这样他才会平线吗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4A 所以A等于5是正确的 然后接着 他说HK是parallel to the y-axis parallel to the y-axis 其中号-3 这个是-3 这个是-3 然后这个是L 这个是K 所以K是什么呢 K是B-3 所以我们的B 会是等于-3 所以这个是错误 ok 接着他讲HL 我要找HL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这个HL呢 是4-7 所以他是11个unit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75 然后L是45 ok 所以他是11个unit 所以这个也是错误的 然后 然后 那个HK experallel to the y-axis so我的HK的话呢 是5-3 所以这个是8unit 来 这边 这个我弄错了 他的B 是等于-7 是正确的 so B等于-7 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然后这个也是正确的 所以答案是C ok ok 所以我刚刚在边出新了 我看没有赶紧出 B是等于-7 好 接着第五题 在这边的时候 X1 Y1 向前走X1 向上走Y1 然后 这个是X2 Y2 向前走X2 向上走Y2 so 这个 的高度呢 是Y2-Y1 ok 所以这边是Y2-Y1 这边的宽度呢 是X2-X1 所以这个是X2-X1 所以他叫我们完整上面的图 然后在我们state the distance between point A跟 B的时候呢 so 他就用Phytograx theorem so 我的AB的distance呢 会是等于 那个X2-X1的square 加Y2-Y1的square 这个是属于distance的formula 我们要把它背上来的 ok 接着 再来这一边 他说go for对的 x for错的 所以在这一个 他没有给我们 除的时候 我直接用formula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2-7 就是加7 然后再来6-2的square 所以这个是5square加4square的square root so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square root 5square加4square 然后拿到的是square root41 所以square root41是6.4 所以这一个等于 square root41也等于这一个 然后接着我的这个distance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了 什么 -4-10的square 加2-8的square 所以在这一边 他这个是-14的square 加10的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是square root14的square 加10的square ok 你的那个减 你可以不用管它了 你那个减哦 因为我们知道 你的那个减square 它还会变成positive 所以这一个是这样 ok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有-5 我整个-5 的square 会变成25 跟我这一个5square也是25 所以我这边虽然讲 它是negative14square 容易的话 我直接计算机写 14的段 我不用写 挂虎negative14的square 那就比较麻烦 我直接14的square加10square 这样会更快 好 接着我们看第七题 它说A是在second quadrant 然后它的distance from the y axis 是4unit y axis在这一边 然后4unit 所以它是在这一个地方解释 然后它是6unit 4unit from x axis 我这边弄错了 所以它是4unit from x axis的话 是这样 ok 然后接着呢 它是 呃 它是在third quadrant 所以是在这边 然后它是6unit from y axis y axis 6unit 是在这一边 所以这一个是我的A 所以我的A呢 它是-6都号 10 ok 这个是second quadrant 这个是first quadrant 然后下面是third 还有fort 这一边是third quadrant 这一边是fort quadrant 这一边是fort quadrant 接着它说B是什么东西呢 B是在fort quadrant 然后它from x axis是8unit x axis是8unit x axis在这一边 8unit是在这样 然后10unit from the y axis y axis是这一边 10unit from the y axis 所以这一个是我的B B是 呃 向前走10 向下走8 10-8 ok so 接着 然后我们用formular 来determine它的distance so 我的AB的distance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了square root ok 10-6 10加6 的square 然后再来是-8-4的square 所以它这一个是16的square 加-12的square 然后它答案是20 ok so我在这一边square16的square 加12的square 然后拿到的是20 对 然后这一个东西呢 其实是怎样的 其实它是这样的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这一边 它这个12格 然后这一边的10跟这个-6之间 这个是16格 所以我bidogress deorem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AB呢 是square root of 12square加16的square 然后它变成20 你看我的这一个12的square 这个也是12的square 然后我的这个是16的square 这个也是16的square ok 只是我上面这个是用formular 然后这个是我用bidogress ok 就是说有图画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够用bidogress 没有的话 我们就是用formular 在这一边呢 我们有啊 刚刚A的这个部分啊 它在这一个有一种特别的方法 然后那个特别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它是4unit from 那个xaxis的时候呢 4unit from xaxis的时候 它的这个xy它就导反 他讲4unit from the xaxis的时候 这个是y的 然后6unit from the xaxis的时候 这个是x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这一个 它的A这边呢 它就会有6跟4 然后我们再决定 哦它是后面这边 所以它是-6 4 ok 在second quadrum 它是-6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from y xaxis的时候 这个是1 from xaxis的时候 这个是x 所以在个b的这一边呢 它是10 然后8 然后我知道它是向前走10 它在quadrum的时候 它的x是positive 它的y是negative 所以它是10-8 ok 这个是另一种方式啦 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是比较喜欢的就是说 像我刚刚这样的一种方式 它是 它是 8unit from xaxis xaxis是这一条 8unit from xaxis 就是8unit from xaxis 然后10unit from yaxis yaxis 是这一边 10unit from yaxis 交接在这一边 所以它是10-8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八题 ok 在这一边 它说pqr是一个isocer triangle ok 跟一条三角形 然后它告诉我pq跟pr是一样的 然后qr是parallel to 这一个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可以知道 就是说我这一个过来 ok 这一个会是它的midpoint ok 这个是它的midpoint 所以这个是向前走4 向上走3 这个是向后走-8 然后向上走12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它的midpoint 会是向后走8-8 向上走3-8 3 ok 所以我的这个q的情况之下呢 它的加起来除2 ok 12到3的时候 12-3的话呢 它是9个 然后我的那个3-k 也会是9个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可以拿到 我的那个3-9等于k 所以k等于negative6 所以k等于negative6 然后在这一边 它要找的是qr有多少 qr是18 ok 因为我的那个 啊 这个其实是mr 然后这个呢 其实是mq 它们都一样 然后这个它要找pq的长度 so pq的长度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我们找 那一个啊 pr的 ok 因为pr跟pq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12-3 12-3呢 情况之下这个是9 ok 然后我们知道pq 会是等于pr 然后pr呢 它其实是square root of 12square加9square 然后它是15 所以我的pq是15unit 就是这样 好第九题 在这个图里面呢 abcd是一个trapezium trapezium 是有一派是平行的 ok 然后呢 告诉我ab是4unit 然后 ab跟cd parallor to the axis ok 所以它是横线来的 so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ab 这个是4unit的话 就是说我的5-h 会是等于4 所以我就拿到5-4等于h 所以h是1 然后k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14k 6-3 向前走6 向下走-3 然后14k 向前走14 向下走k 所以我的k等于-3 所以我的k等于-3 这样a的这个就解决了 然后接着 还要我们找ad的那个distance so这个是19 然后我在这边的时候呢 他ad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ok so我这边是1 6-1 这边5 然后-3跟9之间 这个是12 然后by progress theorem的情况之下 我就非常简单了 我的ad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5 square加12的square 然后等于13 ok 我其实也是可以用formular 我的ad等于square root of 那一个6-1的square 然后再加上-3-9的square 所以他这个是5square加-12的square 的square root 然后他会变成13 ok 然后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在这一边 这个5square 这个也是5square 然后这个是12square 这个是-12square 但是我们知道是一样的东西 出来都是13 然后他要找vc的距离 so vc的距离的情况之下呢 他这个bc的话 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是这样 ok so我的bc这一边 这个是14 然后这边是5 14-5 9 然后这个是12 ok 9215 所以我的这个bc的情况之下 okbc会是等于square of 9square加12的square 然后拿到的是15 ok 那个formula我就不想 ok 所以在这边 还有我们找perimeter of abcd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 哎 这个是15 然后刚刚这个我拿到的是13 然后我的这个ab是4个unit 然后过后呢 我的这个cd呢 在这边14跟6之间的 这个是8 ok 14-6等于8 所以他的perimeter的话呢 会是等于那个4加15加8再加13 ok 这个是他的perimeter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他是这样 然后他这个是19 29 30 40 所以这个是40unit ok 就是这样 好 第十题 在这个图里面R是midpoint 我们知道midpoint的那个formula呢 会是等于加起来除2 就是x1加x2除2 然后y1加y2除2 所以在这边他要我们找x跟y的时候 所以我的x加8除2会是等于5 然后7加1除2等于y 所以我的y8除2 然后这个是x加8等于10 so x等于2 所以x等于2 然后y等于4 所以这个是他的答案 so这一题呢 其实他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的 你看啊 他这个是向前走5 8 然后这个是x 然后这个是向上走1 这个是y 这个是7 所以我在这边我可以知道他几格 这一边他是相差三格 所以我在扣回三格的时候 我的x呢 直接是那个5-3等于2 然后我这一个他是属于6格 然后所以这一边是他一半三格 所以我可以直接拿到我的y等于1加3等于4 ok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他是两个translation 两个平移 两个平移是怎样的 两个平移呢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一个是向后走3 向上走3 向后走3 向上走3 所以8-35 然后1加3 4 然后5-32 然后那个4加37 ok 这个是横上横上 然后在这一边他是4条线 然后他要我们找midpoint for每一条线的state 它的coordinate 所以AB4格他中间是在这一边 所以这个的coordinate呢是3 3 ok 向前走3 向上走3 然后CD的话他这边1格2格3格4格5格6格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123 这一个 所以这一个是向后走1向上走2-12 EF的话斜4格 所以他中间是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2-2 向后走2向下走2-2-2-2 然后这个是这一边 所以他这个是3 然后-1 向前走3向下走1 3-1就是这样 接着第12题在这一边 它的diagramm是hk 向前走h 向上走k 然后pq r的midpoint of abm是midpoint of abac跟bc respectively so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向前走x1 向上走ye 向前走x2 向上走y2 然后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ap是什么东西 我的ap的情况之下呢 是那个 啊 等于cp ok ap等于pc 然后ap是什么呢 h-xe 然后pc是什么呢 x2-h h 所以我把这个h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的时候 所以我的h 加h等于x2-xe 所以我的2h等于x2-xe 所以我的h等于x2-xe 所以我的h等于x2-xe x1加x2-x2 减翻过来这边 会变成加 我写错了 ok 然后x1加x2除2 so cq 接着的是cq cq呢 会是等于bq c去q跟b去q的那个距离是一样的 so cq是什么东西呢 cq呢是k-ye y1 然后bq是什么呢 y2-k 所以我把这个k 翻过来 这个翻过去 所以我就有k加k等于y2加y1 so 两个k等于y2加y1 所以我的k等于y2加y1 除2 ok so 这一个是这一个东西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就有cq等于bq k-ye等于y2-k 2k等于y2加y1 所以y2加y1除2 so 它要我们write out the coordinate of the midpoint of a b in terms of x1 x2 y1 y2 所以这个midpoint of a b就是m so midpoint是m 它就是x1加x2 除2 然后还有y1加y2 除2 加起来除2 midpoint就是加起来除2 就是这样而已 好 接着第13题 那要我们找coordinate of midpoint between 这两个点 所以3加7除2 然后0加6除2 10除2 就5 ok 然后过后呢 6除2是3 所以这个是5 3 然后2加-8 除2 然后4加-4 除2 所以这个2-8 就-6 -6除2 就变成-3 然后这个是0 4-40 所以这个是-3 0 然后-1加-5 除2 然后-9加-3 除2 -2 -6 -2 就-3 -2 -2 -2 -3 -6 接着第14题 它说 6-1 是midpoint of 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的x加-5 除2 会是等于6 然后y加-3 除2 会是等于-1 所以x-5 等于12 x等于12 加-5 等于17 然后y加-3 等于-2 y等于-2 -3 然后y 会是等于-5 ok so我们 我自己本身呢 这种遇到填充的题目呢 我喜欢就是 先自己在别边做 做了的时候再填下去 ok 所以x-5除2等于6 x-5等于12 x等于17 y加-3除2等于-1 y加-3等于-2 所以y等于-5 好 接着 在这边 它是一个三角形abc 然后它的e呢 是 p-3 x是这个 g是这个 so e是ab的midpoint ab的midpoint 这个是e so 我的e是p-3 所以我在这边 我的这个-3加-7除2 会是等于p 所以我的p呢 会是-5 所以在这边 我就拿到我的p 是-5 然后过后呢 呃 我的这个q q的这个部分呢 我就有q加-8除2 会是等于-3 so q-8等于-6 所以我的q呢 会是等于-6加8 等于2 所以我的q我拿到的是2 所以q等于2 在这边 好 接着 他又告诉我 f呢 是midpoint of bc so midpoint of bc 的时候 这个是f 然后es 然后 刚刚这个p-3 是-5-3 这个是e 然后我的b是-3q -3-2 ok -3-2 ok so 在这边 他的es 还有r 4的时候 我就有 那个-3 加r 除2 等于1 所以我就有-3 加r 等于2 所以r等于2 加3 等于5 所以我拿到我的r等于5 ok r等于5 然后 过后呢 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还有 这个 2加4 除2 我等于s 所以我 s等于6 除2 3 所以我的s等于3 ok 然后到了最后的这边的时候 他的这个g 是midpoint of ac so midpoint of ac 差不多是这样 他是向前走1 es so g 这个是es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s呢 是-8 加4 除2 然后他在这边就会变成了-4 除2 然后他变成-2 ok so 他是-2 向前走1 向下走-2 ok 他这个图画到有点点的 g 是-1t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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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我画错了 我写错了 g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以后我在这一个g是减1t 所以我的t呢会是等于减8加4除2 然后它会变成了减4除2减2 ok 嗯对 ok 所以在这边我的t是等于减2 正确了 ok刚刚只是我符号那边我放错了 好接着在这个图里面呢 他告诉我pqrs是一个square square的话就是说四边的长度都一样 ok 然后他要我们用midpoint的方式来找mm的value so这一题呢 呃其实是我们时常会在fond4的coordinate的时候 时常会用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知道他的正方形长方形 然后还有rombus还有parallelogram 他们有一个property就是说 他的diagonal bisect each other 就是我这一个跟这一个跟这一个 so我的pr的midpoint跟qs的midpoint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那个m加0除2 ok 会跟这个4加8除2是一样 所以m会是等于12 ok 因为我的这个月料 然后同样的在这边我的这个m加4除2 会是等于12加0除2 所以我的m加4等于12 m等于12-4等于8 ok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拿到m等于12 m等于8 所以我要检查我的答案对不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这样 你看他在这一边我这一个 我降了一个直角三角星 这边也有一个降了一个直角三角星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是向下走4格 然后向前走8格 所以我这个42的时候我向下走4格的时候呢 他这个就会变成了8 然后4向前走8的时候他就变成12 ok 所以这一个地方他是12 812 8 对 所以对了 就向下走4格 向前走8格 ok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 找检查答案 但是他要我们用concept of midpoint的话呢 我们就是 这个的midpoint等于这个的midpoint 这样的一种方式 ok 就是说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的这一边 就 它的concept是什么 Square 的情况之下 它的那个 diagonal bisect each other ok 然后 所以我的midpoint of 那个 个 Q S equal to midpoint 哦 那个 pr 这样 ok 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17题 然后 cartesian coordinate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说 hjk 是一个accessary triangle 然后 hmk 是一条直线 然后我们找r的value 所以-24的时候呢 是向后走-2 你有心理想 在这一边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那种x轴跟y轴了 然后他不是真的x轴跟y轴的啦 -24是向前走-2 向上走-4 -7 9是向后走-7 向上走-9 然后我在这边 后面我有r9 向前走-R 向上走-9 我知道这一边跟这边会是平行的 ok 然后是平分的 ok 因为这个是等下三角形的一个property 我这样垂直下来的时候这边有个平分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m的这个地方呢 它会是等于-29 所以我的这一个r加减7 r加减7除2 会是等于-2 ok 因为它是它的midpoint 所以我的r减7等于-4 r等于-4加7 所以我的r会是等于3 so这个的答案是h ok so这个是3 so你看我在这边我拿到3的时候 这边相差5个 然后这边也是相差5个 ok 接着我们看第18题 在这个图ABCT是parallogram 然后他说D是-6-3 这个是2623 所以他们这边呢相差3个 所以这个也相差3个的时候 这个是-6多少-3 所以这个是正确 然后t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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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k of ac 所以他要的是ac的midpoint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得到的是-6加2除2 然后还有0加3除2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它这个是-4除2 它是-2 然后0加3除2的时候 它这个应该是1.5 所以这个是错的 然后他说ABCT的perimeter是26unit so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找这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 我要找这一个 直角三角形 这边我有这一个直角三角形 ok 这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一边 我找AB的长度 我要找AB的长度 我用bylogress的方式来找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26 所以这一边是6个 ok 然后这一边是bug ok so这个是2 然后这边是6 然后6-06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6 2跟6加上来是bug 所以这个是bug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一个 ABE呢 它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6 square加8 square 然后它会变成10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它的perimeter就是10加10加3加3 所以它是26unit ok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好 接着我们看第19题 它说PQRS呢 是一个长方形 distance between PR呢 是13unit so它告诉我 PR是13unit的时候 我在这一边心里想 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这个是-5-2 然后7-2 所以它这一边是12格 ok 所以我的ps 会是等于7-5 等于12格 所以我的那个RS呢 用phidobular stearum来找 它是属于短的 13的square-12的square 我拿到是5 ok 所以我向上走5格 然后我的-2加5的话 它是3 所以我的R呢 是 向前走7 向上走3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R是向前走7 向上走3 7-3 ok 3-2-5格 OK 5-2-3 然后在这一个 它说有一个圆圈 drawn through PQR and S OK 然后state the coordinate for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所以在这一边 它有一个圆圈 它经过PQRS的时候 然后我们找coordinate of center 所以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你遇到这一种 coordinate这一刻的题目 它要找center 然后你不懂怎样找的时候 你也找make point 就是这样 ok 因为它会牵涉到一些 你们还没有学到的concept 就是说你在form5 chapter6的那一边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一个圆圈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样垂直过 因为我这样这个是diameter 然后diameter出来的这一边呢 会是90度 ok diameter出来的 这个是90度 然后diameter的中间 这个就是它的center 所以这一边它的center 其实就是它的那个midpoint嘛 所以就是说我的pr的midpoint 就是它的center了啦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e的这个 它的center 的情况之下 就是midpoint 直接-5加7除2 然后-2加3除2 所以它这个是1 然后1-2 这个是它center 所以它是6.5units 然后接着呢 它要找radius of the circle so radius of the circle 其实是很简单的 radius of the circle 的时候 我知道它的center是 因为它的那个diameter是pr嘛 ok pr是13嘛 所以它的radius就直接diameter除2 所以13除2 所以它是6.5units ok 然后如果你觉得啊 老师我有时间 我想向难度挑战的话 这样我在这一边 我的center呢 是1 然后0.5 然后我就找center 跟这三个点的随便一个点 我拿center跟r之间了 它就会变成了那个7-1的square 然后再加 这个是7-1的square 然后3-0.5的square 所以7-1的square 这个是6square 然后这个是2.5的square 然后 所以这个会变成了那个6.5 ok so我在这边square 6square加2.5square 然后拿到的是6.5 ok so这个是b2的method 2 但是正常 你都懂这种concept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直接拿它13除2了 然后你不懂这个concept的情况之下 你也找不到center 也没有办法做 所以其实center直接 许13除2就可以了 然后他说 k3是在这个circle里面 give your certification 所以我在这边 我k跟center之间的距离 所以我找一下k跟center的距离 so k跟center的距离的时候 它是3-1的square 加6-2分之1的square 的square root ok 所以它是2square加5.5的square 的square root so我在这边 我就有square root of 2 square加5.5的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5.8多 ok 这个是5.85 5.85 它不等于6.5 所以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说 k不是在它的那一个 啊 那一个 sicle 在那边 k 啊 什么 嗯 嗯 那 s not lice in the dalam 啊 the dalam的情况之下 对 the dalam是可以 the dalam是在里面 小过 所以小过的情况之下 它是ok的 ok so 它是 啊 k是在那个里面 因为kc 小过radius ok k lice in the circle because kc 啊 less than radius of the circle ok 好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它的这一个 呃 它的点哦 我给你们看一些神奇的东西啦 ok 这个神奇的东西呢 我们需要用到那个mx的那种概念 so 首先我们的点有什么 我的点这一边 我有这个 它是 呃 7 0号3 是一个点 然后 这个 7 0号-2 是另外一个点 然后 我还有 5 0号-2 是我的另一个点 然后 我还有它的 center 是1 0.5 0.5 是吧 1 0.5 这个是我的 center 1 0.5 ok 然后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 这个是6.5 ok 6.5 1 0.5 so 这个东西 它就牵涉到 啊 恐怖mx的东西了 ok 啊 如果我要做的情况之下 就牵涉到恐怖mx的东西了 ok 啊 那个恐怖mx的东西怎样呢 so 你不想知道恐怖mx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部分挑掉 然后 它是 center 是 这一个 然后 它的 radius呢 是 那个 啊 0.5 然后 6.5 所以我的 x-e的square 加 y-0.5 的square 的square 会是 等于 6.5 所以我在这边 我就有 x-2 x-e 加 y-y 加 0.25 等于 这个 是 6.5 的square 这个 是 42.25 42.25 ok 然后 在这边的时候 我就有 x-square 加 y-2 x-y 然后 这个 它是 1加2.5 1.25 -42.25 然后 它这个是 -41 然后 等于 0 so x-y-2 x-y 然后 -41 等于 x-square 加y-square so 我在这边 我由 x-square 加 y-square -2 x 加 y-2 x-y -41 -2 x 然后 -y 然后 -41 ok -41 等于 0 你可以看到 诶 这个是一个圆圈 诶 然后 它也碰到 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点诶 这 1 2 这这这这些点都碰到诶 呃 7 3 然后 7 2 然后 呃 其实这边呢 还有哪里一个点呢 它还有这一个点是-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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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的这一个圆形 就是这样的一个圆形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属于这样的 你看 在这一边 我这一个连接 啊 是它的diameter 然后过后 这一边来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垂直90度的 看到 ok 然后 刚刚它还有一个点是什么点啊 它的那个点是 呃 36 36是在哪里 36是在这一边 呃 等下 36是在哪里 3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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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6 36是在这里 so我的36是在圆圈里面 哦 哇 好帅啊 so我觉得 什么 有desmos的情况之下 哦 对于我们来 啊 弄清楚它的概念是 蛮好玩的 ok 36 就在这个圆圈里面 只是这一个就超过你们的统图范围的概念了 了 就我们的一开始的这一个 它就是用到 from 3 from 3 chapter 6 写错了 from 3 chapter 6 的那个angle in score的概念 好 在这一边 它的P是这个Q是这个R是这一个 然后 哪里一个是正确的 所以我的PQ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2-6 因为它的-2-2 一样 所以是8unit 这是正确的 然后我的QR这一边的时候呢 2跟2一样 所以我就拿4-2 所以它是6格 所以这个是6unit 所以我的PR呢 用by-dogless theorem 它是8 square加6 square 所以这个是10 这个也是对 然后它说 PQ to QR PQ是8 然后QR是6 所以这个应该是4比3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 ok 它不是3比4 好 第二题在这一边 它是5个点 O是origin 然后 same distance with OP OP OP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 然后我用by-dogless theorem ok 然后345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 我用by-dogless theorem的话 这个OP呢 会是等于square of 4 square加3 square 等于5 所以OV OV 这个也是5个unit 因为O去V这一边 它是5个unit 0到-5 这个是5个unit so PMR的题目 以前也出过这样的一个题目 是蛮常见的 so 0-5 等于5个unit 所以我的OP等于OV 就是这么简单 好 在这一边呢 这个图呢 PQR是一条直线 Q是midpoint of PR 然后他要我们找MM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m加6除2 会是等于-1 然后-5加n除2 会是等于-3 所以m加6等于-2 m等于-2-6 然后等于-8 然后我的-5加n等于-6 m等于-6 m等于-6加5等于-1 所以-8-1 所以这个答案是A 好 接着第四题 在这一边 它说 midpoint of fj fj的midpoint ok is equal to the midpoint of MM ok so midpoint of 那个fj 然后 我就让我的n是xy 这一题 其实我不喜欢用跨图的方式 ok 我比较喜欢用那个 直接的方式 so 我的fj 它是 我的f呢 是-28 然后我的j 是-64 然后我的m 是-38 所以我的那个midpoint 等于midpoint的时候 我的这个mm的midpoint 跟那个fj的midpoint是一样的时候 这两个东西 是这样的 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x加3除2 会是等于-8加6除2 然后我的y加8除2 会是等于8加4除2 然后x加3等于4 x等于1 y加8等于12 y等于4 所以它的那个n呢 是14 所以这个答案是b14 向前走1 向上走4 ok 这个是n 然后我再跟它连接起来 哎呀 非常明显了 它的midpoint是在这一边 ok so它的midpoint 我没有找它的midpoint出来 ok 我直接用midpoint等于midpoint的方式 这样来做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2跟2 这一边直接越键 然后过我再把我的3 满过去 这样就很快 ok 如果你把它midpoint找出来了 再去找的话 它的步骤会更复杂 我们的这一种 midpoint等于midpoint的技巧 直接midpoint等于midpoint 然后分母给越掉 那就很快了 ok 好 第五题 distance between v跟 w 是7unit 然后find the possible value of 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4跟4一样 所以我的k-2会是等于7 或者是我的那个2-k也会是等于7 所以我的k等于7加2等于9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是2-7等于k 所以k等于negative5 所以它这个答案是b 然后这一题呢 它还有另一种方式是247unit so我在这一边 我要找247unit的时候呢 我能够做的事情是这样 我在这一边247unit的时候 就是说我244向前走2向上走气 我可以向前走气格 so我在这一边 我向前走气格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了94 然后我向后走气格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了那个-5-4 ok 然后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做的事情是上面走气格 上面走气格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了21 然后下面走气格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会变成了2 然后negative3 ok so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其实呢 它最后这些点呢 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圆圈的 ok 这个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圆圈 然后这个圆圈呢 它的radius是7 这样 然后它的圆形是在那一个这边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圆圈 然后它的radius是7 这样 然后它的圆形是在那一个这边 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 其实是这样 radius是7的一个圆圈 所以它的radius是7的一个圆圈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题目呢 告诉我们 它是 那一个什么东西啊 它的题目这边告诉我 它是k4 k4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这一个是94 然后 然后 还有 这个是 减50 所以k4 是减5跟9 ok 这个是另一种方式 就是前面 后面 上面 下面 这样的一种方式 ok 然后 再接着 第六题 这一边 它是一个三角形abc 然后 c from origin 是7格 所以 这一边它是0 然后 减7 所以向前走0 向下走减7 然后 它问abc 是不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so 首先我找ab的距离 so ab的距离的话呢 它是5加3的square 然后 还有5加2的square ok 然后 它就会变成了 5加3 8 square加7 square 的square root so我在这边 8 square加7 square 然后 是113 所以这个是square root of113 然后 我要找ac的长度 ac的长度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了 那一个0加3的square 然后 减7加2的square 所以它是3 square加 减5的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 就3 square加5 square 3 square加5 square 然后我拿到是34 14 然后接着呢 我再找bc的长度 bc的长度呢 它会变成5-0的square 加5-7 5加7的square 然后它这个会变成5 square加12的square 然后这个会是13 ok 其实是square root169 ok 我在这边 5 square 然后加12的square 然后它是square root169 13 ok 好 然后在这边 我们要知道 它是不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那个converse of phytograx theorem ok converse of phytograx theorem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把phytograx theorem 倒反过来 ok 所以这一个东西呢 是 什么 from one chapter 13的时候 学过的一种东西 ok ok so converse of phytograx theorem converse of phytograx theorem 我们在这边 我就converse of phytograx theorem ok so 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看哪一个是最长的 最长的是square root169 所以我的bc的square 是等于13的square 等于169 然后 我另外两条短的square ac的square 再加ab的square so square root34的square 加square root 这个113的square 然后它会变成34加113 然后它这个是7147 然后不等于bc的square ok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它不是那个right angle triangle triangle 这样 ok 好 在这个图里面 klmm呢 是一个trapezium 然后它告诉我kl是13个unit ok 然后kn 是2lm so kn等于2lm find the length of kn ok so kn的情况之下 我用phytograx theorem ok 在这边 这个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是29 然后上面是10 所以这个高度是10 然后我的29-5的时候 它是24 所以我这一边是24 所以我的kn呢 会是等于square of 10square加24的square 它会是等于26 其实是5 12 13的两倍 12 4 26 ok 然后你也可以用计算机 10square加24的square 然后它会变成26 好 所以a的这个部分解决了 接着它要找r 所以r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知道 那个kn呢 等于2lm ok 所以kn是26 等于2lm 所以我的lm呢 会是26除2 也就是13 ok so 我们知道它这个是13个 所以lm这边是13 然后在这边 我这一个就化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ok 我这边化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呢 我的这一个是17-12 也就是5 ok 所以我的这一边 这个我让它是hade 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我让它是x的情况之下 所以没有这个是5 然后这边是x 所以我的那个什么 x会是等于square 13-5 然后它是12 所以我知道这个是12 所以它就向前走10 ok 12 12 ok 12 12 所以它这边它这个是12 012 然后它向前走12的时候 它就10 所以我的那个r呢 会是12 ok 啊 是12 然后我的那个 啊 对 12 好 然后它要找area of trapezium KLMM 啊 我们知道这两个是平行的 ok 它就二分之一上加下成高 area of trapezium 是二分之一上加下 然后再成高 所以我的area of trapezium呢 所以我的area of trapezium呢 会是等于二分之一 上面是13 下面是26 它的高是这一个 这个是13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就二分之一是0.5 然后这个13加26 然后再乘13 所以我拿到答案会是等于253.5 253.5 253.5 unit squat 好 好 接着我们看第八题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就有a是0-5 然后b是40 c是-1 4 d是-5-1 然后它要我们找abc的value出来 so a在这一边 所以我知道 啊 他们这些都是midpoint啊 所以我在这一个 它就会变成了这个是0-5 所以-2加a除2等于0 so-2加a等于0 a等于2 ok 然后b的这个部分呢 它就拿这个 b加-2除2等于-5 所以b-2等于negative10 b等于negative10加2等于negative8 然后接着再来我们找c c的部分它是c加negative6 除2等于0 这个是40哦 所以c-6等于0 c等于6 好 接着来我们找ratio of distance between pr to ratio 那个qs so我在这边我要找pr的那个长度先 so pr的长度是在这边 这个pr是在这边 然后这个是66 这个是66 然后这个是-2 4 所以在这边我要找pr的时候 我就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ok 来找pr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 ok 6 -2 它这边就8个 然后这个是10个 然后所以我的pr呢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6 square加10 square ok 然后6加48 6加28 6加28 6加40 所以它是square root of 136 然后它要的是qs qs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在这边q去s这个地方 ok 然后我在这边我就再补上这个横线 然后再补上这个直线 这个是qs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那个v2是-8 2 然后a-6 这个是2-6 2-8 这边10 然后这个是8 ok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的那个qs 会是square root of 那个 8 square加10 square ok 所以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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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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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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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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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6 ok 所以这个a的部分要我们找出pq的value 这一边就找出来了 然后b 它说它有一个圆圈 ok 然后 经过hkr 然后distance from h to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所以这一边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我知道这一个会是它的diameter so 这一条是它的diameter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它要找distance from h to the center的时候 我们直接找那个diameter的距离 ok 这个是diameter 的距离 会是等于这个 9-6 07 它在这一边它这个是9-0的square 然后减6减7的square 所以它是9square加67 然后这个是减13的square的square root 嗯 67 我在这边我没有写错啊 它这个是 所以在这一边它的diameter呢 就会是square root of 9 square加13的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5 square root 10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5 square root 10呢 其实也就是15点多 ok 它的radius ok 它的radius呢 就会是等于5 square root 10除2 所以5 square root 10除2的话呢 我拿到的是这样 7.9多 ok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 distance from h to the center h跟center之间的距离是7.906 ok unit 这样 ok 我们知道它的这一个东西呢 会是一个圆圈 这样经过这三个点 ok 然后它是这样的一个圆圈 然后它的圆形 应该是在 它的这一个的midpoint 这一边的midpoint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这一个 来到它的那个圆形 圆形 圆形 这一个都是它的radius 这一个都是它的radius radius radius ok 圆形是midpoint of 这一个 这一个同样呢 它用到的是from 3 to 6的概念 然后我刚刚的这个radius 我这边写出 r-a-d-i-u radius ok 好 在这一个diagram in the answer space p是0-4 然后q是0-2 r是-2-4 然后pqr是 pqrs carpism 然后qr perpendicular to rs qr 垂直于 rs ok qr垂直于 rs ok so qr垂直于 rs 就是在r这边它有一个垂直的咯 ok 它是类似这样的 这样的 过去 ok 我们不用减 不要放先 ok 然后它的s 是-5k 然后-5k -5 然后k -5k so-5k 的时候就是说它是在这一边-5的 然后它垂直于它的时候呢 so我们要怎样垂直呢 我们就 就垂直的话它是这样 ok 这个地方 这个就会垂直 ok 嗯 我用的concept是 它是 这边横两格直两格 这边也横两格直两格 横两格直两格 这样 ok 呃 然后 它再延伸出来 所以我的这个会是我的r so我的r是-5k 所以我的r呢 是-5 然后 1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k 是1 然后接着呢 它要找midpoint of ps so p s p q r s 这个是s来的 so ps的midpoint so我要找ps的midpoint的时候 我的p 是0-4 所以它的那个midpoint的话是-5加0除2 然后过后呢 1加-4除2 所以它的midpoint会是等于-2.5 然后这个是减1.5 ok 然后它要我们找rs的那个长度 so rs的长度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这样 我要找rs的这个长度 ok rs的这个长度的话呢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这样 它这边123三格 这边也123三格 所以我的rs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会变成了 那一个 squared root of 3 square加3 square 然后它是 3 square root 2 ok so我在这边 squared root 3 square加3 square 然后它是3 square root 2 也就是4点多 ok 所以这一个是 4.243 unit ok 好 这边我就把 EPH practice indexes 的 form2 chapter7 讨论1 coordinate